这也是吗 袋子也不要吗 好 他想要我们就会买给他 所以他鞋子有六七八双 所以很多 我们一下都捐了 不合脚的鞋状态还不错 它可能是非洲孩童所需要的救命鞋 非洲有一个疾病叫做沙澡病 那基本上它就是会侵入人的脚趾头 然后去吸血 然后寄身 鞋子是第一个最可以隔绝 他们触碰到泥地的一个方式 救协救命国际基督关怀协会 将筛选过的鞋子衣物送往非洲帮助弱势 这一次在台中募集二手物资 回响热烈 这是我跟妈妈一起来 就是希望可以帮非洲小孩 尽一份力尽一份心这样子 志工来自四面八方 不分年纪不分宗教 台中四季青少年成长班 学员及家长动员约70人 因为原本一般都是这样抓 但是这样抓容易破皮 就像我已经破皮了 所以就这样子抓 比较不会摩擦到 然后就可以这样移动 送来的物资 然后可能去检查 是否符合规则 那如果没有符合 我们就可能请他现场退回 付出他们可以贡献的一个能力 然后让他们去做 这一个国际性的活动 反应超乎预期 物资不断涌入 大家分工合作 用最快的速度 整理分类搬运 把关怀送到遥远国度 大爱新闻官李明星红 台中报导